她14岁获得世界物理奥赛冠军 打破了26年来男生夺冠的历史 是北丁照中李正道杨振宁点名要件的天才少女 后来被清华大学所破格录取 父母留学之后失从通信领域的大纳 毕业之后从事芯片研究工作 得知爱国且华为被芯片卡脖子 她依然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创业 成为了人正非反击的最大王牌 这位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才女的 芯片人才就是毛威 她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天赋 才会成为公认的世界第一才女呢 毛威在芯片领域取得怎么样的成就 她的归国给华为带来了怎么样的帮助呢 本期简人5带您一起走入这位 华为救星毛威的世界 看她在天才的光环之下 隐藏着怎么样的爱国之心 关注简人5方便查看忘记精彩视频 谁掌握了先进的通信技术 谁就能够掌握世界的信息命脉 一直以来美国在通信行业都是霸主的地位 没有想到在5G的技术上竟然会被中国的华为温倒超车 华为的这一个举动明显是影响了美国的利益 于是想方设法的遏制华为的发展 直接限制对华为的芯片供应 用了一招是釜底抽薪 就妄图用卡脖子的方式让华为屈服 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一位半导体专家毅然回国 他拒绝了美国开出的诱惑条件 与丈夫一同回国创业 研发属于中国自己的芯片 强力助力任正非成为了华为反击的王牌 这位芯片专家就是毛卫 毛卫的硅谷成功的帮助华为 打破了美国的光通垄断 拽一个成就让美国人是懊悔不已 打呼道 早知道就不放毛卫回国了 不过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在毛卫回国之前 他已经在硅谷的一家公司 从事芯片研究工作了 他带领研究的多天线接收方案 每年能够为公司带来上亿的收入 毛卫进入公司近三年的时间 就从一个普通的工程师 成长为项目的负责人了 他虽然一直是身在美国 但是可关注国内的动向 得知华为因为芯片问题 被美国卡脖子 就萌生了回国发展的念头 当时美国的公司强力的挽留他 并开出了天价的薪资 还有优厚的科研条件 都被毛卫给强硬拒绝了 在毛卫看来 祖国培养了他 学成之后回国报效祖国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他会用自己的一生 为祖国科研事业 添转佳 毛卫的公司 在确定他一定要回国之后 联系了美国的情报部门 因为他们忌惮 毛卫掌握的芯片顶尖技术 担心这些技术 会给中国带来迅猛的发展 不过却并没有引起 美国情报部门的重视 他们觉得毛卫 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 多亏他们看走了眼 才让毛卫得以顺利的 带出团队回国 2014年 毛卫在南通成立了 飞昂通讯 因为毛卫本身 就掌握了芯片的顶尖技术 那在他的带领遮下 公司很快就完成了 高速光护芯片的量产 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在芯片的集成度 功耗和灵敏度等方面 领先射箭 打破了美国 这一项该领域的垄断局面 毛卫的芯片研究意义非凡 除了能够助力 华为的5G技术之外 还起到了支撑 下一代互联网 物联网 云计算机等 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 在2017年之前 我国的中高端通讯芯片 只能依赖进口 毛卫的团队 却在短时间内突破了25G高速互联芯片 而且实现了量产 打破了这一个局面 如今 毛卫已经被选入了江苏省的双创团队 成为了被国家为以重任的芯片技术研究负责人 对于爱国的毛卫来说 能够被国家需要是一种光荣 这才能够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 毛卫的团队已经拥有了20项的专利技术 其中PCT专利有5项 2019年国庆70周年庆典之上 毛卫受邀站在了北京天安美的城楼上官里 他特地穿了一件中国红的上衣 在接受采访时 毛卫激动得像是一个小女孩 他表示 自己只用了自己所学 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于国家的礼遇 自己会背下的珍惜 会努力创新产品 汇报祖国的 是啊 对于中国人来说 能够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国庆阅兵 应该是此生最大的殊荣了吧 如今的毛卫正带领着团队 在芯片领域不断突破 不仅是为华为助力 更是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这一份爱国之心也是让人敬佩 毛卫能够成为公认的世界第一才女 本身就有惊人的天赋了 如果你知道他的成长经历 大概会跟我一样 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啊 1978年毛卫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 他从小就是智商超群天赋过人 就是我们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初中的时候 毛卫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除了成绩一级绝尘之外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竞赛 小小年纪就比赛经验丰富 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国物理化学 还有作文等多项竞赛 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93年 毛卫考入了启东中学实验班 这所中学一直被誉为是学霸基地 毛卫这个超级学霸 在学校中依旧是成绩突出 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他最感性的坤木却是物理 而且在物理上的成绩也是遥遥领先的 这让他高二就开始为 全国物理竞赛选拔做准备 成为了江苏选拔中少见的高二学生 还是一个女学生 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因为是理科的 冠军常年被男生包揽 女生想要进入竞赛队伍都非常的难 更别说是拿到名次了 毛卫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在众多男生中是脱颖而出 但就在最终的选拔考试之前 他就生病了 神患重感冒高烧不退 但他不愿意错过这一次竞赛的机会 毕竟他已经准备很久了 于是在挂水退烧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考场 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 进入到了11届全国物理竞赛的名单 在场上的毛卫一路上是过关斩将 成功地夺得了冠军 成为了在全国中学物理竞赛当中 第一个夺冠的女生 毛卫的超高成绩 让一直以理科为傲的男生们都自愧不如 毛卫更是凭借自己的物理竞赛中的突出表现 顺利地进入到了北大附中的全国物理实验班 这个班级更是高手如云 毛卫成为了班里唯一的高二学生 也是唯一的女生 就这样 毛卫一面应对物理竞赛的烧脑训练 一面还要学习自己的高中课程 同时还要学习大学的高数 微积分等高难度的课程 为了每一项都能够出色地完成 毛卫拼命地跟世间赛跑 在学习上更是分秒必争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他夺得了26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冠军 毛卫的夺冠打破了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一直都是男生夺棍的历史 成为了第一个夺得金牌的女生 从此之后一战成名 成为了公认的世界第一才女 毛卫通过自己优异的成绩 被清华大学所破格录取 进入到了电子工程系学习 来到了清华之后 毛卫更是求之若渴 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实验室 后来的优异成绩 考入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 跟着世界权威的光通讯领域教授学习 仅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拿到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刚毕业就收到了 美国硅谷的一家高端公司的邀请函 进入该公司进行半导体研究工作 毛卫不仅研究很快有了突破 还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半 斯坦福大学博士白云 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毛卫心中一直有一个报国梦 他觉得祖国培养了我 学好知识报效祖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所以当得知我国的星判研究遇到了困难时 他放弃了美国的一切 毅然回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我国的芯片遭遇卡脖子 装身因为有毛卫这样的爱国科学家挺身而出 才是我们国家能够顺利度过难关的底气 也是任正非可以跟美国抗衡的底气 为毛卫这样的爱国科学家点个赞吧 本期的简人物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